2月25日 物資豐饒 七彩斑爛的廁紙 軟如棉 輕如絲的口罩 有很多盒 美味的公仔麵 唇厚的酒精 不要亂噴 因為受到壓力會點亮 芬芳複足的漂白水 溫柔的搓手液 12支 蜜椒豐富 誰說買不到的 回來了 大家好 今天先放好東西 因為那些東西真的有些風險 今天說一下家居保險 雖然說句 正如我之前所說 這些東西很快就回來了 特別是口罩 現在基本上所有人都說有生產線 我想很快就周界都可以用來打火鍋 阿寶寶打火鍋 除了口罩之外 我們酒精 消毒用品 漂白水那些 其實都是普通的東西 今天專門說一下家居保險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那些化學品 其實就小心一點 不要亂放 特別是酒精 酒精 它的燃點的溫度 正常壓力是22度 所以現在這樣都可以隨時點亮 更加不要用噴嘴噴 要壓 因為噴嘴一噴 壓力增加 現在隨時燃點的溫度 又會再降低 即是隨時更加容易點亮 可能你兒子的玩具車 的摩打熱一點點 一噴下去 就會著火 很危險的 第二就是漂白水 漂白水 就不可以跟廁所水 同一時間用 因為會釋放出錄氣 錄氣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化學武器 所以是很危險的 吸入過兩 隨時致命都有份 口罩 買多點就不要緊 買多點口罩 就收好 最多就是炒焦 炒焦了除了口罩之外 還有道瓶師指數 前兩個星期就說 道瓶師指數 就不斷創新高 大家很開心 忽然間上個星期五 就跌了差不多一千點 跌了一千點之後 又增了那麼多上來 跌了一千點 人家就說 會不會是因為 其實就是分析員 忽然間就說 拿一份報紙出來跟你說 因為中國的疫情影響 全世界的生產 就到瓶師指數要反映它 老實實 他們最近才看報紙的分析員 不是一早就知道了嗎 之前升到破紀錄的話 最近有些獲利回吐都很正常 所以這個都不是一個特別大問題 不過坦白講 投資者在這個經濟環境 是很難樂觀的 有少少回吐是很正常的 大家都要對自己的投資 好好地重新檢討一下 早兩期我不是跟你說 要將資產的風險 吸數要調整一下 大家要好好考慮一下這個問題 先說回剛才的物資 特別是火酒 根據消防條例 火酒屬於第五類危險品 第一大類 第一小分類 如果你儲存2500公升的話 需要領牌 沒有牌是屬於無牌的運送和儲存 12500公升是多少呢 很多 你的車子 一次油大概是60升左右 12500升應該是很多貨櫃車的油箱量 所以你應該不會犯這條罪的 總之這些危險的東西 放在家裡就要小心一點 有沒有看視頻 最近有個武漢的家 自己用酒精清潔 家居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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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起勢地抹 噴到濃度很高 不知道是否新行去點煙 整間屋燒毀了 所以酒精本身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要很小心去使用和儲存 所以今天專門說火險 火險其實是有些有趣的 因為火險大家以為買了 特別是做到按揭的 通常都是銀行叫你買 那就買吧 又不是很貴 而且銀行頭兩年可能都會送的 如果你跟它做按揭的話 但火險是包什麼呢 有些人會說 火險就包全險 他死了明是全險的 既然是全險 我放一盒歷史下去 在家裡一著火 就要賠給我 或者我的地址就要賠給我 如果不是兒子的公仔 巴斯光年那兩件東西 如果火足的話就要賠給我 或者火足的時候 有人救火隊來救 然後水濕了 弄爛了一部升降機 生鏽 火險就要賠 是不是要賠這些價錢 有些人更加說 管理處跟我說有買火險 那火險就要賠了 那我想買呀 學生這樣 所謂火險是全險 其實只是包括物業的結構 以及重置費用 是你的物業的結構 和重置費用 並不包括物業裡面的 所謂的物品 特別是交新樓之後 業主添置的所有裝修 都不會包括火險 這個名目裡面 那為什麼火險就叫火險呢 火足只是賠那個結構 但是香港的屋子 很少可以燒到地下 很少燒到整個不見了 那其實火險是賠什麼的呢 因為火險原本的由來是很重要的 火險原本的由來就是很多年前 三百五十幾年前 一場火災 當時所有的屋子都是木屋 所以火險的意思就是傳染 就是這個意思 火險這個故事值得商量 那麼巧呢 2020年也有少少關係 火險這件事最早期出現就是冰島 你猜不到吧 火險竟然出現冰島 就是1118年 有一間公司針對火足的時候 會影響物業 和加速的損失 有個投保 1118年那個 純粹是冰島自己 等於我們現在圍村裡面的 祠堂那樣的設計 和現在的保險設計 就不太相似 比較相似的 就是1676年漢堡 德國漢堡 跟今天也有關 話說當年 1776年漢堡 有一間啤酒廠大火 啤酒廠大火 一燒就燒了 燒到整間廠都沒有了 掉到地上 很淒涼 漢堡其他的啤酒廠 就說沒那麼淡 大家兄弟一場 我們有很多啤酒廠 我們甲斥給你重建 沒問題 然後大家再夾一些錢出來 以後就在這個錢裡 拿出來 如果有什麼事 你又燒了 或者他又燒了 就在大家夾出來 這塊錢拿出來 這就是合作社形式的保險 但也不是接受其他人投保 我是啤酒廠 可以同業做到 但如果我不是啤酒廠 我自己住宅 基本上是投不到的 所以這還未是商業化的保險公司 其實真正意義上的保險公司 特別是火險 就是在1666年 倫敦大火的時候 之後才出現 1666年的倫敦大火 就厲害了 當時倫敦 即是大城市 但英國還未算是一流的國家 在歐洲他們跑輸給荷蘭 法國也是比他們更加先進優勢 荷蘭做生意厲害 經濟發展得非常好 倫敦、英國也是普普通 剛剛政變完畢 查理士二世是當時的國王 當時英格蘭跟法國、荷蘭打仗 真是軟了 話說1666年9月2日的清晨 忽然間一場大火就發生了 這場大火究竟為何發生呢 很多人都有不同的說法 據稱由一個麵包店起火 因為麵包店不記得色爐 所以火總慢慢蔓延 開始著火 然後一直蔓延 其實倫敦大火都不是第一次 當時倫敦的房子有高、窄、人多、草莞巴閉 各行各業都有 又有打鐵、做麵包、紡織、妓院都有 唯獨是沒有的就是消防隊 因為那些都是普通人 沒有資格有消防隊 很少 那一起火的時候 初初就想著自己有自己搞定 別管太多了 等於新蒲江、深水埗、李靖谷村 自己大火 想一想就想一想 想不成功 你燒完就沒事就算了 因為倫敦的起火都不是第一次 當時的市長繼續睡覺 因為是星期 星期就說你傻了 你自己先救火先 救兩天先 誰不知呢 真是要救幾天 9月2日起的火 一路燒到9月5日 才因為沒有東西燒而燒完 當時總共燒了倫敦83% 面積83% 一場火就燒光了 一邊可以看到城牆的另一邊 就是這麼嚴重 當時 13,200戶在倫敦化為灰準 沒有人有屋住 估計損失是超過1,200萬英鎊 而當時倫敦市本身一年的收入只有1萬2千鎊 即是一千年的收入 一千年的收入 用現在的術意說 就是一千年的GDP 事後當然很多人無家可歸 大部分都是租屋住的 而業主竟然無恥到 可以叫租戶繼續交租 屋都沒有了 還要繼續交租 這麼離譜也有 而且告上法庭 兼至是勝訴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 原來物業保險 火災的保險 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一個財產 既然這麼容易著火 這麼大風險 是應該有一個方法去保護 事後當然要重建 亦都改變了倫敦的建築法例 由原本的木建築 規定一定要用石 或者磚做建築 而且那條街本身的設計 亦都是比較闊 令火災沒有那麼容易蔓延 所以火險本身 你聽完這個故事就知道 是在天災、火災、地震等等 這些嚴重的天然威脅之後 那間樓沒有了 重置費用的保障 那間樓沒有了 今天所說的家居保險和火險 基本上是兩件事 家居保險保障的是 屋內的物品 和第三大人 而火險就是業主 或者是按揭的銀行 最緊張的事情 如果燒到房子沒有了 要重置的時候 費用在哪裏呢 但一般香港的情況 要火災的話 好少少 整間都沒有了 當然 如果在火災中 最大的損失 通常就是人員 即裏面的人 和物品 裏面的物品、裝置、裝修等等 還有第三責任 才是最大的事 現在來看看 普通一份家居保險 最便宜那種 有什麼保障呢 譬如說 屋內的家居物品 總共是補75萬港元一年 家居是75000港元 裝修現在都賠償 裝修都賠償 裝修是10萬元 萬一要離開房子 去其他地方住 就需要臨時居所 每天有1000多元 全年都有45000元的保障額 未必是火災的 其實家居很多意外發生 消防署的統計裏面 如果不算是誤明警鐘 和惡意佼佼鎮 令到壞鐘之外 其實最多的家居意外 就是跌倒 所以在家裏面 弄傷都是經常發生的事 特別是老人家 要小心 小朋友也是 有車子在地下 一踩太陽 整個躺在後面 大人小孩都會躺下 家居保險 主要說財物方面 是全球保障的 而全球保障的財物 這份保險就有2萬元 一年 還有一件有趣的 這幾年才有的 就是如果你是網購 網購的時候 被人網騙 都可以賠償 每年有15000元 每單有5000元 不過我想你被人騙了一單 不會有第二單 網購 那東西送不到來 或者送來的時候損壞 對方又不肯賠 也有得賠 這屬於家居保險的部分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其實大家應該購買 還有在網上購物的時候 導致身份被盜用 每年有3萬元的保障額 大家一定要透過網絡去買東西 還有用信用卡 因此被身份盜用 或者是網騙 買東西送不到來 那些就有得賠了 其實我們講的家居保險 我都做過很多單 我自己都做過一單 自己家裡的 最大問題就是第三責任保險 譬如說 經常發生的就是漏水 或者如果真是火燭的話 救火的時候 那些火 就未必燒到旁邊 因為始終是石市場 但是消防員來到噴水的時候 那些水 就很有可能影響到旁邊 甚至乎公眾地方 甚至乎電梯 那會影響電梯 大件事 影響到電梯 那些水流到電梯槽裡 當然電梯就會有機會生售 那條鋼纜有機會生售 就算不生售 都要換和檢查 那這些維修費用 全部都是 著火單位的業主負責 或者租客 第三責任 這些保險 家居保險 通常都有1000萬 或者15萬 看看你買哪個計劃 除了火燭引致的第三責任之外 業主本身 作為業主 如果有第三責任的話 都是在部分1000萬裡面賠 還有就是有沒有養狗 寵物主人 寵物主人 寵物不聽話 去咬人 或者是怎樣 窩毒尿 其實有人批評你 也不奇怪 被人過得入的時候 你就要賠 1000萬應該夠的 你用多少就夠了 還有一些愛蓉 有沒有想過 愛蓉在其他地方 在單位以外 如果引致第三責任 不知道為什麼 如果你知道 就不會有第三責任 不知道為什麼 引致第三責任 家居保險都賠 好 我們剛才說漏水 經常發生的事 因為小弟以前都做過 物業管理 在和記的時候 很多年前 譬如說 樓上改裝修等等 不知什麼原因 總之樓下的人說你漏水 樓下的人說你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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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s to the mound 宇宙那塊 廳中 上來�燈 樓下的人說 樓下的人滴出來 在樓下的人滴出來 不 adrenal 一定會窮出來 那樣我oks wet your mouth ORF 但不妨礙器 環警署 要找管理署拍照 這些 contenido MING�� 要小心 家居保險的保障範圍是有限的 家居保險一般只是保障家居內的內容 即是物品 剛才所說是涉及流域結構 影響結構或結構引申的第三責任 是需要用火險或流域結構險去買的 通常一間房子有兩個很重要的責任 雖然火燭未必能燒到你的房子可以不見了 但你也要買 原因是因為第一有案件 第二正如我所說的 與結構有關的第三責任是需要你負責的 你是需要買這個叫結構保險 而結構保險並不是在家居的內容負責 第二部份當然是家居內容 所有你自己新買的東西等等 一個很簡單的分野就是 你買房子的時候 那間房子新落成的時候 你進入到房子裡 現有的東西 所有東西都屬於流域結構 和那塊東西 即是你進去的時候 第一手買到那所有的機器 包括冷氣機 包括窗門 包括去水 包括洗手間 包括送的錘櫃和所有電器 都是流域結構的一部份 家居保險的內容是可以不賠 如果在事後再重新裝修 或者添置新的家居電器 那些就全部屬於內容 那你說裝修又如何呢 新裝修都是內容 所以如果一次火灼 或者有什麼損位 或者是水浸之後 主要是看看哪一樣東西 屬於原本的結構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只賣家居的內容是不足夠的 樓宇結構的保費 就不是套餐的 樓宇結構的保費 通常是計樓宇的重置費用 你當是樓價 的一個百分比 通常是0.0幾 批公司是0.07 比較低的 你知不知道 這個1666年的大火 還有幾件有趣的事情 1666年是什麼時間呢 其實是中古 中古世紀的時間 中古世紀的時間 你不要以為它很先進很文明 那些人都是野蠻人 基本上 跟荷蘭打仗 打仗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兩個國家 都是在海外發展很多成民地 那麼就爭了 爭了 爭了爭了 當然是要打仗 還有英國荷蘭兩個國家的海軍 都很厲害 打架的時候 但是商業上 荷蘭是比英國 在當時 是高了幾個檔次 講荷蘭文的人 是高級人 等如今日 會講英文 英國人講英文 基本上都是低等民族 好像一些 普通 不是高級人 火燭 9月2日開始火燭 9月3日 9月4日一直燒 其實火燭這個過程 竟然報告上 就說死了五個人 沒有什麼人死 不知為什麼 不知是什麼原因 有些人就說 因為燒得慢 大家走得快 那就沒事了 這是一個原因 另一個原因 就是貧民區 都沒有戶口 燒了就算數了 燒了絲骨也沒有 因為當時嚴重到 有些地方居然有人打鐵 有人打鐵 火燭完之後 發覺整個地面 都是溶掉的金屬 因為實在太嚴 燒了五天 有些人說 其實會不會有些人死了 你不知道 沒有戶口 沒有戶籍 很危險 所以死幾個人 根本沒有人知道 當時燒了兩天之後 到星期一 大家都睡醒了 倫敦還未熄火 倫敦火燭了很多人 但還未熄火 那怎麼辦呢 有人想起了 一定是外國勢力 當時跟荷蘭打仗 8月跟荷蘭打仗 9月起火 有沒有這麼巧 沒有理由 接著有一個人 跑出來 就說 我看到那群人 是荷蘭人 他們四圍放火 應該是他們 在城裡 還未熄火 已經四圍找外國人 出氣 反對外國勢力 逐個人打 其中有個 外國的 應該是荷蘭的貴族 他們是怎樣呢 他們看到 自己的房子 在倫敦都快要著火了 花點錢 雇用所有的車夫 將他們家當 全部運走 都被他搬了 即是說 整個倫敦所有的車夫 都被他請了 去幫他搬屋 搬走這間屋 多沒義氣 這樣就離開了 鄰居 當然覺得他很沒義氣 搞錯 這樣的情況 丟下我們就離開了 很生氣 四圍說 一定是荷蘭人做 這件事 一天之後 這個荷蘭的貴族 就回頭 什麼事呢 原來他回頭 是拆自己的房子 他知道火快要燒到自己的房子 第一件事先救了自己的家人 救了自己的家人 之後 把東西搬走 就回去火場前線 當時沒有消防員 他自己親手 把自己的房子拆掉 避免那些火 透過他的房子 蔓延其他地方 因為他的房子 再走遠一點 就是倫敦塔 倫敦塔 倫敦塔 當時不是旅遊性秘 倫敦塔 當時是一個火藥庫 雖然外面有一個圍牆 如果燒到倫敦塔 整個火藥庫就爆炸了 他就開始拆屋 拆完屋之後 就發現這招可以 人們開始學習他 當時倫敦市長上班 星期一 就找了一個老友 當時的Duke of Jorg 即是約克公爵 就說這件事怎麼搞 找人幫忙 救火 約克公爵就 就用尺寸空拳 找方法去救火 用了他的海軍 海軍的水手 和他在船上救火的經驗 去救火 但是也救得很艱難 可以想到這個 驟 屎驟 但是現在救生火 都用這條驟 就是用火藥 炸四周圍的屋 在火牆外面外圍的炸屋 炸光整天屋 讓火藥無法繼續蔓延 其實這條驟 真的說可以也行 說不可以也行 因為搞了幾天,四天之後什麼都燒完,你搞什麼都沒用 是搞了早點搞 當時的火一直燒,燒到西民寺皇帝住那裡的87間教堂全部燒光 聖保羅大教堂,不是現在的那間 後來現在的那間是17多年起好的 之前那間聖保羅大教堂就在火棄裡面燒光 那裡應該是全倫敦最高的石製建築 應該是很穩陣的,居民都說火粥,危險 當然是把自己的家當,名貴傢俬,書,銀兩搬到教堂 他都不是第一次搬到教堂,想著比較穩陣 這個聖保羅大教堂就變成一個大火倉 但這次的大火實在太大了 連聖保羅大教堂都變成火海 有了這些傢俬,銀票等等 正好,做燃料 整間教堂被他一夜燒光了 剛才說那個荷蘭人,雖然你是外國人 當時的外國人很慘 一聽見外國人在街上見到你,就會打你 因為你們肯定是負責放火的,跟我們打仗 這些外國勢力還不是你,就是義和團去打他 做外國人當時是不受歡迎的 第二班外國人當然是法國人 英國人的世仇 因為法國人比他還好 又有文化比他,又有歷史比他 你去到倫敦住做生意,便會受氣 而且宗教又有少少不同 倫敦大火之後,沒多久 有個法國人走出來認 認什麼?認中火 說到似乎層,說自己點點點,去哪裡哪裡 然後拿著一個熱辣辣的波,四圍燙 燙到火燙光,就會很開心 是我做的,我舉手,我承認 真的審他 審完之後,判了有罪,而且還殺了他 拆除他之後,就認識了文憤 大家覺得找到仇家,一定是你了 這個法國人,他燒了我們的房子 燒了我們的城市,離譜 但是很快便發現 原來跟他無關 因為有個船夫說是我送他回來的 倫敦大火那幾天,他根本不在倫敦 其實有些人說他想自殺 所以想過更厲害的名堂 又出名一點,就列入史冊 事後發現一個很普通的原因 在一條街上,一間麵包店 正如姓法所說,只不過是沒有訊號 他忘了訊號,然後火味開始蔓延 不是特別複雜的問題 另一件事就是倫敦大火,1666年 1665年,有個倫敦大瘟疫 是鼠疫,知不知 現在跟我們現在的情況差不多 是鼠疫 鼠疫當時,別人都不知道鼠疫是甚麼一回事 雖然已經繞讓了歐洲幾百年 但繞讓到英國時,大家對微生物都未認識 鼠疫有幾種 第一種就是你觸碰老鼠身上的塞 塞咬你,因此直接接觸,會感染到 第二種就是病人本身的體液 或者是分泌 你觸碰到牠的話,照顧這個病人 你就會感染到 所以親密接觸是第二種傳染方法 剛才那種叫腺鼠疫 腺體的腺,即身體內腺體的腺 第三種叫肺鼠疫 當鼠疫感染到病人的肺部 他呼吸出來,咳出來的空氣 都有鼠疫病毒 空氣傳播,死人更加快 在倫敦,當時鼠疫已經很嚴重 死了很多人 已經差不多有十分一的人 受到感染死了 去到1666年9月那場大火之後 什麼都燒光了 老鼠洞都燒光了 如我剛才所說 無論夠火的 還是原本打鐵那班 金屬都可以用的 這麼嚴重 另一個就是 大家都認識牛頓 牛頓時13歲 被輸易回鄉 富閒在家 沒有東西做 拿玻璃出來照照照 1666年 他發現靈鏡 可以將光線分割成不同的光譜 他便知道原來顏色是光的特性之一 牛津仍有空到家裡去計算力學的數字 發現沒有數學可以幫他計算 想想想之後就想了一件事出來 叫做微積分 所以以後保險業用的微積分 原來都是來自於牛津當時沒有死 說回保險 當時有個倫敦的牙醫叫做Nikolas Barbon 他發覺火險都可以做 他就開始成立一間火險公司 好像跟朋友籌了4萬英鎊 馬上開檔做一個火險公司 當然倫敦災區成為最大的廣告牌 生意做得非常好 而且他開始賣火險的時候 有件事很重要 你買了火險 他就會在門口打個交叉 有個招牌 我們公司投保的 有什麼用呢 就不是牙刷 而是因為這間公司 保險公司本身 有他自己的消防隊 如果有著火的時候 消防隊就會到 然後看看有沒有靠叉 如果有他公司的Logo 就會幫你救火 有水、放水、沒有水 怎樣呢 賺水 當時真的是這樣 私人的消防隊 保險公司負責 如果你有買保險 他就幫你救火 沒有買保險的話 下班、吃飯、喝茶 大家要小心火燭 那些酒精 是異原物體 希望今天講的故事 大家對聽 聊聊聊 保險的很多故事 都挺有趣的 譬如剛才那個火險故事 另一個故事 就有關產品責任 產品責任 是跟啤酒青蛙有關的 有機會我再跟大家講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各位朋友可以訂閱 訂閱 我會做多些好的片段給大家看 多謝